21号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 对香港人权基本自由持续受到侵蚀表达关切 同日英国外交大臣称 香港取消部分区议员代表资格令人深感担忧 就此在22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汪文斌表示 美国英国关心港人的权力和自由是假 唯恐香港不乱是真 香港特区政府 依照基本法和特区有关规定 取消相关人员的区议员资格 合理合法 无可置疑 随着香港国安法的实施 和爱国者治港原则得到切实落实 香港社会暴力乱局彻底扭转 广大香港民众各项合法权利和自由 得到更好保障 王文斌指出 事实上无论是美方还是英方 过去从未真正关心过香港的民主和自由 在一个半世纪的英国殖民统治时期 全部28任港督均由英国为任 香港没有选举 没有民主 香港民众从未享有真正的自由 香港回归后 香港民众得以享有前所未有的 民主权利和广泛自由 美国 英国反倒争先恐后 扮演起了拯救者的角色 他们关心港人的权利和自由是假 扰乱香港法治 破坏香港安定 唯恐香港不乱是真 事实胜于雄辩 发言人还表示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 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任何外国都无权对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 指手画脚 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和机构 切实尊重中国主权 停止干预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 总台阳市记者北京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